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是一位认识 后来参与了很多年的社会运动 所以现在是社运分子 现在在绿党全职的浮选 所以我是跨政党 运动团体 还有GinleyV 我在GinleyV里面可能是提供一些 团体的观点 或者是一些横向的联系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有四位讲者坐在这边 那先从我的 右手边 跟大家介绍 这位是 吕佳华 他现在是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 公共政政部的主任 那长期推动神域市民主 那这边这位是 我们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蔡玉玲 蔡政委 那他今天是代表我们的 官方的代表 政府的代表 那政委 过去有非常多科技 与法律的专业 那我们等一下请他来 分享一下他跟 過去跟GinleyV社群 合作的一些经验 那这位是李根正 李根正是长期 从事环保运动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 执行长 现在在经营绿党 是绿党的共同召集人 那最后这位是 陈俊宏 陈俊宏 是东湖大学的 政治系的副教授 那也是就是在 这个我们的人权跟民主的 运动上面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从 跟政这边开始 好不好 那我今天想要请 大家知道 这个参与式民主 其实也就是半直接的民主 那大家今天坐在这里 想要来 谈这个议题 本身其实也是一种 参与式的民主 就是我们在想 这个国家 或者是未来 我们可能可以大家一起来怎么做 那更正的部分 我想要请您谈 就是过去您参与 将近20年的环保运动 社会运动 到你现在在经营绿党 那我们知道绿党 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 那你认为 为什么参与式民主 会重要到 国际的绿党 是白字黑字写下来 成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 或者是这种 由下而上的决策的形式 在你从事NGO 或者是 这个政党的工作当中 这种草根的力量扮演如何的展现 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跟挫折 还有各位与会的朋友 因为只有八分钟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 用一个完整论述 但是我会试着 纲要的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就是二十年前 开始我一直都在从事各种草根的社会运动 那很多其实是保护乡土免于受到 开发的这个威胁或破坏 但是这些开发跟威胁呢 通常其实是来自于政府跟财团 所以我通常称政府和财团是 专业的环境跟社会的破坏者 那绝大部分呢 对于政府部门 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因为他们通常是由上而下 就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 然后呢强迫人民要接受 所以呢我们通常是要不断的 跟人民揭露真相 然后组织受害者 然后有意识的一些积极公民 来进行抵抗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几年间 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抗争 代表着这什么 这个国家存在的重大的民主缺陷 那我们关心的民主 其实是应该要落实到 每一个公共决策 但是现实的情况恰恰好相反 而且呢政府的统治技术呢 正在升级当中 政府透过一批一批所谓的 专家学者 加上用来背书的各种委员会 然后呢主起一道道 所谓专业的这个知识之墙 或参与之墙 然后把人民应该知道的资讯呢 透过知识包装起来 透过这些专业包装起来 封闭起来 让人民不要知道 我们明明有一个政府资讯公开法 但是呢各级政府都是想尽办法 避免重要的资讯被公开 通常是要人民不断抗争之后呢 资讯才会被公开 因此呢近年来虽然政府让人民 由于人民不断抗争下 被迫要学习一些所谓的公民参与的形式 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是 这会不会只是大家说的 独裁者的进化 或者统治阶级的 统治技术的升级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这样 这我不是无地放始 政府往往是在一个公共决策 已经做成了之后呢 因为重大的争议才启动跟人民的对话 只是想要说服 只是想要说我已经有民众参与 我已经有资讯公开了 然后呢你应该就接受吧 所以重点的解决之道在于 民众参与应该是在所有的公共决策之前就展开 而不是你已经说你要干了 然后已经要做了 碰到问题你才来对话 例如其实很大部分的一些公共政策 都有所谓的可行性评估 尤其是一些偏工程的开发案 但是往往在可行性评估阶段 根本没有所谓的民众参与 等到还评 等到所谓的都委会 区委会审查阶段的民众参与呢 他能够参与的空间又极其有限 时间又被压迫 因为呢委员会通常被赋予呢 说要在几天内要通过这些 这个议案的压力 我以前担任过两年的環保署的环品委员 环品委员也是不断的被要求要有效率 所谓的效率就是要尽快通过开发案 另外呢 就是政府资讯的这个日常的运作 也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它欠缺公共化的民面 包括财团的资讯 理论上讲好像财团是属于私人 但事实上不是 公司的治理财团的治理 往往涉及到极大的公共利益 或者是危害 比如说这次的高雄气爆事件 这个一些实化业者的实化管线 竟然资讯政府都不知道 連消防局也不知道 所以消防员等于被送到现场去 就是送死的 那在实化气爆之前 事后呢 我们其实就要求的实化管线要公开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中央政府还以说 这是国安的问题 不肯公开 但是我们考察全世界各国的先进国家 其实这些危险的公共管线 都是应该要公开的 所以我们最近在积极想要推动 就是比照美国的紧急计划 跟社区知情权的法案 就是英文缩写 叫做EPCRA的法案 那希望呢 任何一个就是工厂 都应该把它从生产制造 乃至于输入原料 排放什么资讯 通通要让社区知道 由于呢 政府过去没有压迫 做的没有建立这套体制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们家工厂旁边在生产什么 会排放什么 到空气到水到土壤 你们都不知道 人民都不知道 所以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监督 所以呢 政府资讯不公开的结果 就使得人民失去监督的能力培养跟权力 这是几十年来 长期以来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台湾其实现在正在选举嘛 那到底做一个台湾绿党 在考察过去这样的一个公共决策 欠缺民众参与 跟资讯公开的这个情境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今年绿党的选举 其实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公民联署 跟公民团体的联署 加上政治代理人公约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是 希望候选人 只要他当选的话 就是或者是现在竞选期间都一样 就是所有的选举的这些经费都要公开 公职的薪资跟资源的分配 资讯,问证资讯都要公开 而且要定期跟选民报告问证的进入 各位去看一看 但当前有很多的地方议会 绝大部分资讯是不公开的 也不知道哪些人有没有出席 他们问证情况 我们也是一团雾水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的地方议会 还是处于一个黑箱的状态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选举 把绿党的议员送到议会里面去 能够把议会的黑箱点亮一盏灯 这是开放议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 再来一点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网路参与 绿党其实现在的网路参与 其实还在起步当中 我们希望在2016年之前 可以在线上做一些完整的 可以政策讨论的一个平台 但是我觉得这需要更多的努力 那其中我指出几个关键 跟公民运动的困境是一样的 就是说由于绿党受限于现在的选制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从政府那边得到任何的资源 所有资源都要靠募款 不像德国 他们只要政党票超过0.5% 就有政党的补助款 那所以我们这些平台的建制 其实都有赖于一个比较组织健全的状态 才有办法运作 那跟所有的公民社会的运动一样 就是说网路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即使街头的行动 或者任何的草根的社会运动 都欠缺更多元数量更多的积极的公民 而且是长期的关注 回到刚刚关于海盗党的讨论也 某种程度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没有更多的积极的公民的参与 那个讨论会变得很片面 集中在极少数的积极的社群 或者少数的个人 那建立平台 其实是需要有组织的 那我从事社会运动20年来 我一直觉得我对网路这件事情 我个人熟悉度还不够 那我观察到说键盘可以扮演一个触媒的角色 但是改变我还是比较相信 人跟人的直接接触 建立一个社会的信赖感 那所以呢 这个2014的选举 我要请大家能够那天能够起床去投票 这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出门 那再来就是说最后一点我分享 就是在318这个运动之后 我观察到台湾社会有非常可贵的几面 第一面就是说很多的家庭正在启动内部的一些对话 孩子走出家门去参与社会运动 父母亲其实这是他们 超越他们原来生命经验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世代不同的对话 世代之间的对话 像我们这个世代跟下个年轻世代 在街头充足的这些对话 或者是说不同族群的对话 那台湾社会如果要往前走 我认为需要是对话 那可是呢 网路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玩脸书都知道 他最后只能看到自己熟悉的脸孔 跟自己的朋友 他没有办法真的做 我觉得充分的社会对话 社会对话 我觉得还是要靠人跟人之间不断的接触 这是我第一个阶段的分享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更正 就是今天这个也是一种不同社群之间的对话 有产观学 然后有政党的代表 然后有这个G0V的社群 当然现场一定有很多不是科技人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佳华 那佳华的部分的话 因为佳华长期是从事参与这个各种不同的 沈一世民主公民会议的初期计划啦 执行整体规划等等 那我们请他来谈谈就是 为什么他在看见这么多问题之后 还愿意相信沈一世民主 可以带来就是重要的改变 这中间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好 谢谢阿段介绍 那我叫佳华 现在在一个民间团体工作 我现在在台湾守护民主平台 但我也很压抑 我被放在产业这一块的代表 因为我们一点都没有profit 好 那我接下来想说的一些事情 其实是奠基于说 过去大概将近十多年 在看沈一民主 从很多的政府委托计划 然后看到从政府委托的计划 还有回到现在真正在制度内 可能在环评或是听证场域看到的一些问题 那就会思考自己 思考自己在这个政策的网络里面 可能面对政府 面对了民间团体 那又面对了政党等等 不同的actor 那可能的关系是什么 那还有在这个结构里面 有没有一些操作干杠的空间 但我必须也要先说 我觉得沈一民主有它很大的 不管是在台湾本土脉络的操作限制 或者是说它在不是一个真空 而是政治现实下的一个困境 那我也要很坦白的说 操作到现在它是有一个门槛在的 但是它的形式跟方式又恰恰是现在 在体制内你好像说公民参与的 比较接近的一个approach 那因为我讲沈一民主 我可能要先讲说 那到底什么是沈一民主 可是我这边可能不想引用什么社会学家 或政治学家讲的话 在这本书里面呢 2005年它记载了 在台湾其实有一场 叫做 就是为了2005年的一个宪长选举在台南 那在这之前呢 就找了很多不特定的多数人 经过抽样之后 来报名一起参与 那其中一位呢 他是在玉井种那个山亚 芒果的果农 那他说什么是沈一民主呢 他认为啊 呃 拍謝我的台语有点臭临呆 他说 找大家最好参与啦 听大家意见 啊 民主社会大家意见不一样 要找大家意见 一定不一样耶 然后大家就要来参与 好拍謝 但是呢 还有一个社会社区规划师 他说 哦我看这个沈一民主很强调要理性耶 还要读资料 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每天晚上看哪一台 你就会特定看到某一台的言论 那他就说 大家似乎应该是要坐下来讨论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在里面 你其实看到几个point 几个重点 他强调民主差异理性参详 跟解决方案的导向 那我这边为什么特别也在附这本书的一章 第一个我想要强调 通常当我们在谈公民参与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讲的太快 我们可能在讲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可是有时候 往往现在一些争议的案子 是在利害关系人里面 或者是说 他因为这个议题长期受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会说 这个议题可能未来不确定风险 在决策上面的一些承受者 那或者是说 在审议的过程也不是很明粹的排除专家 他在不同的政策阶段 政策专家或是这个政策的使用者 一般公民利害关系人 甚至是决策者 他都有不同的进场时间 那在讨论的 其实要呼应刚才跟郑所说的 他并不是只是一个咨询 他在不同的阶段 甚至是要去做agenda setting 甚至去厘清政策背后 是不是有他的政治目标 好 那我这边秀这个是 秀出 这是参考英国有一个网站叫Involve 他专门在做审议技术 他从英文数字 sorry 他从英文数字的 不好意思 我科技有时候还是会发生问题 等我一下 他从英文数字的A 然后开始排 你会看到其实审议的技术很多种 那我highlight起来的几个颜色 大概是台湾有操作经验的 而World Cafe或世界咖啡館 在台湾这几年来的操作形式 特别是政府更是多 那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 我怎么来看待这个部分 那 那接下来我也在引用了这本书 看起来台湾的翻译艺名 为什么上街头 可是如果你看他英文的书名的话 他是一个民主的栏目计划 那他里面有一些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启动的occupy movement 有些观点可能跟他不太一致 但是他在第四章有提到 所谓的共识诀 他并不是不能够投票 重点是他要能够将不同的观点 各个观点 妥善完整的纳入考量 特别他强调 跟你强烈关注这个政策或提案 或者是跟你有反对意见的人的想法 到底能不能纳入你政策当中 不是说你完全要照单全收 而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他跟你不同的想法 他的担忧 在你最后成型的政策中 你是如何去处理的 那我这边就要特别说 省意民主参与民主 不等于世界咖啡馆 这几年来 很多的单位 特别是政府 很容易 我的哏大家没有听到 我觉得这几年来 那个咖啡已经走位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咖啡馆它的操作模式 它其实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它在95年的时候 是MIT一票 是在做企业顾问 它是在做企业顾问的 他们的高阶经理人 去收集creation 去收集他们在业务经验中 有创意的方向 所以它是一个发散的过程 可是如果你是奠基在 有共同经验 然后我们去发想 或者去分析彼此熟悉 MIT的网络经验的话 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 发散工具 但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政策 好的一个制定过程的工具 那你会看到 環保署很可爱 全球气候变迁 包括零碳 再生能源 百分百可行性 及必要性 它都世界咖啡馆 而在内政部或其他部门 它有用来谈愿景2020 然后也有拿来做 经贸国事会议青年咖啡馆 这件事情 那我必须要说 这些都可以检验 大家可以去找 它有没有公布它的结论 还有它的结论出来 是不是一个frequent 是一个破碎的 那我想要问的是 这样子的 所谓声称它是公民参与 可是它的结论是破碎型的 我们要如何 让它可以政策回应 然后要如何知道 整个讨论过程中的脉络 它是有它的困境 所以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说 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 包括现在有一些政党的候选人 它会去谈 我要推公民参与 甚至是省意民主 可是它摆出来的 就是世界咖啡馆 那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咖啡馆本身工具是中性 可是如果你运用在公共政策的话 你是一个形式上的进行模式 你实质上可能会回避掉 公民参与的功能 那甚至它会强化它早有定件的政策方向 甚至是content 那为什么很多行政机关要操作 它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参与方式 整个厂看起来很像什么 很像我们的传统的版斗 一桌一桌的很有趣 那再来 我这边也要提到的是说 其实它就不需要去做什么 刚才跟政讲的很多 包括忽略逃避它政策议程设定 还有它政策方向的价值选择 最终是 到底这些产出的 outcome结论 跟你的决策关系是什么 那我觉得 经贸国事会议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在这边 那我这边也要说的是 公民参与它在工具的层次 有多种模式 那我必须也很老实的说 从过去神医民主 最早在台湾的脉络 操作公民会议它也有 有特色也有限制 可是里面有时候说不出的细节 反而反映了许多里面价值的选择 那整体的程序更是对应着 不同国家地域的民主状态 那台湾这几年看下来 我觉得操作技术 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对应的政治文化脉络 好 那因为时间可能有限 我这边就简单说 对我来讲 如果真的是有心的政治家 或者是政府 通常是他的幕僚会做功课 那幕僚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应该要盘点各项 法规对公民参与的限制 当然那个里面有分 可能是对利害关系人 还有打开先行决策的参与空间 那特别是跟你政策 原定方向应届不同者 或是被议题影响的人 那重点是你可不可以 跟他们共同设定政治议程 进行决策的制度榜帐 那另外的是说 有另外一条路线 在体制内 其实已经有制度化法制化 本来他就该带有 审议精神的还评跟听证程序 你愿不愿意完真的 好 那我这边稍微回应一下 因为我相信这边很多技术 做资讯公开的朋友 对我来讲 当我们在讨论 可能政府应该优先 公开的资讯有哪些的时候 我想资料的释出 不是只有创造产值 那重点恐怕也不再公布什么 当然如何公布 如何呈现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 那你到底有些东西 不公布的原因是什么 像刚才跟郑友提到 高雄气暴是 他可能本来不知道 或是根本之前不在乎 或者是他明明要公告公布 可是背后如果你去读懂了那些资讯 你会看到什么背后的结构问题 好 那 那 接下来我 有一些 自己认为可能是一个 个人技术者的思考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是不是有遇到同样在想的问题 对我来说 这个技术不会纯然的中性 我们就是很接地的 踏着政治现实 它不是只是工具的具体存在而已 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 脉络的有机生长状态 我刚才可能讲的 比较多是工部门 我也必须说 面向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 其实在这几年来 很辛苦也很忙碌 遍地烽火连篇 所以它其实不断的在 fighting跟战斗 你要很细致的去 产出政策 我想恐怕 这样的民间团体的朋友 他们可以承载的能量 不是没有 但是真的不多 好 那 那 再来是说 我们又如何看待 权力关系 跟结构的问题 那我们在其中 中间的杠杠操作是什么 还是你是 不断地被结构吸纳 我大概 在前三四年开始 就不想再做 学术被政府委托计划的 专案助理 好 那 那这几年 我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政府会 assign 一个计划 他可能会 assign 给 他可能会 assign 给工研院 中金院 资测会 那他们会来找我 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 从议程设定 可不可以设定那个议题 到技术工具 这几年的政府首长 又很爱世界咖啡馆 然后呢 结论出来之后 可不可以公告 我就讲几个 跟科技议题 比较有关 第九届的全国科技委员会 本来 嗯 国家实验研究院 委托我们是想要把 专家的可能打开 专家的定义 是不是 不是只是科管科学 然后也不是只有 学者身份 但是当我们把 草案做出来的时候 喊停 然后还有一开始 一开始 一些资料库在讨论的时候 云端的资料库 大家更早想要去处理的是 biobank 生物基因资料库 可是呢 来找我们的单位 会说 有点困难 后来呢 又变成健康资料库 就是所谓的健保资料库 好 但是我其实不是要爆料 我在讲这些过程的 当中 我只是有太多 太多的案例 从中有看到一些困境 那 可是我最后也要说 如果回到 一个政党 一个政治 它宣称是 参与民主跟 审议民主的话 它可能恐怕 那也不能是一个宣称的理想性 如果它真的要变成政治的 关键医术 你在设计上 如何让你的 不管内外部的权力关系 权力脉络 还有不同政策的价值 什么是正义的对话空间 要拉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 我最后要讲的是 如果当 审议民主 它可能有一个面向是 教育培力 可是它如果真的是结合 政策分析的话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过去政策历史 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的定位 我们也不得不去看 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还有背后真实 真实政治社会的 那个context 那我最后简单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在 318到410期间 其实在那个深蒙的现场 有好多种的 长出来的讨论方式 但是我今天不细讲 再让大家看一下 我最后只是想说 在街头这样子的讨论 我们都可以把 每一份资料整理出来 然后集结成具体的文字 意见书 每一份档案都在 政府做不到吗 它比我们有更大的资源 然后有很多的智库在旁边 如果要玩世界咖啡馆 也不是不能玩 你要泡出一杯香醇的咖啡 就是看你到底想要怎么做 跟你花多少心力 那我最后只是 一定要默念一下 以前台大政治系 江教授说的话 他说 如果一个体系 宣称自己是民主体制 但是他对成员的诉求呢 没有认真回应 那么抗议就是有正当性的 哪怕是暴力的抗议 那个抗议正当性的多寡呢 就跟这个体系麻木不仁的程度 会成正比 好 那我先讲到这边 谢谢 好 我们谢谢佳华 也谢谢江教授 那个 在我们的那个 佳华 虽然刚刚说他没有profit 但是他本身是我们台湾 非常重要的这个 操作者 神医师民主的操作工作者 和知识的专家 他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公共财 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政委 那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政委是 被我们放在这里 作为政府的代表 就是不是对他personal的 但是政委他本身 过去有很多这个 科技跟法律这一块的 专业 很权威的专业 那在今年办的这个 经贸国事会议 年终办的这个 经贸国事会议 从北中南东分区会议 到主场 到网路参与 网路开放 讨论子议题 等等各式各样 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 但是也有一些 程度不一的comment 那我们期待你来谈谈 就是作为 就是今天这场final的这个代表 加上你过去的这些专业 然后你现在进到行政院 你觉得参与是民主 或是这些草根力量 或是前面讲者提的这些问题 是要怎么进入政府部门 跟决策者沟通互动 然后不至于被吸纳 作为一种参与的形式 成为统治者另外一项工具 谢谢 谢谢 谢谢阿端刚刚的这个介绍 在座有很多老朋友 所以我想我先可能先谈一谈我自己 今天其实昨天是刚好我这个入阁满一整年 所以我想其实我最早是当法官 所以在工部门也待了这个九年 然后转到IBM 然后过去大概就是到行政院之前 有二十年的时间都在科技产业 所以非常深刻的感受 科技改变社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也越来越快速 所以其实做一个二十几年都在弄科技法律的法律人来讲 其实我曾经在一次演讲里面 我去讲说科技创造出来的问题 恐怕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最后可能还是得靠科技人 因为法律的这个现实 它有现实操作面的一个困难 不尽然能够赶上科技的变化 那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深刻的非常的相信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必须要体认的现实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我最近一直在提的虚拟世界法规条式 我不断的在强调说我们可能必须要强调自律 这个政府可能必须要是一个低度的一个管理跟参与的方式 尤其我想网络世界的来临 即使是我们个人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从1991年当IBM法务长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在电脑上的 所以我这个二十几年 我事实上是用email在工作的 所以当我进到 这个一年前进到行政机关的时候 对于公文的那个形式 坦白讲挺不适应的 真的挺不适应的 可是昨天另外一场在谈open data的时候 我也分享过 我说 事实上我到后来我真的了解说 原来我必须要这样写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一部机器 你要让它运转 你就一定要用那个文字 你不用那个文字它转不动 我只要是写那个文字 所有的部会所有的层级都知道 那个是怎么运转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像我们电脑有不同的语言一样 这个网络的语言 跟这个政府机关现在 公部门现在在用的这个语言 是真的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呢 坦白说 要改变需要一点时间 坦白说 如果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够互相去了解这个不同 互相去认识这个不同 我认为很多的问题可能不好解决 那这个因为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有经贸国事会议的尝试 其实我跟G0V 这个开始谈合作 并不是经贸国事会议 是之前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嘉良开会的时候 就是HIPAC就放 所以我现在已经很习惯了 跟G0V开会就一定是网络公开的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事实上 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记得是1月 如果你们查一下那个HIPAC上面 我印象中是1月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想的东西就是说 不能是两个平行线 那我们怎么样有交集 所以在经贸国事会议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实体 我当时我的提议就是说 我们实体照样进行 但是我们试着把网络的部分拉进来 所以我知道在座有几位都有参加 那经贸国事会议的这个 所谓的网络部分的讨论 那事实上 那个讨论我们是真的是想说 那这个要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做可以让两个平行线 可以有一点交集 所以最早第一步就是说 那我们的网络直播 那网络直播完了以后 那网络意见实体的人都没看到 那我们说 那基本上就是说 那是不是因为实体的会议 可以有代表 那我们是不是网络也代表 所以我去争取网络的代表 但是我记得为了代表这个事情 我们开会的时候 有很多不一样的讨论 就是说网络没有谁可以代表谁 所以后来折中的结果 就是有人propose说 那我们用观察员 所以就把代表改成观察员 所以就观察员进到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说 那个 那网络如果有讨论的话 怎么样进来实体的讨论 所以当时事实上 佳良就有提议说用Lumio 那后来这个Lumio 其实反应并不是 可能这个刚开始 那个时候翻译 就是刚刚要导入 所以没有太 没有太 这个发挥太大的作用 那又用Google好问等等的 所以当时其实 试着在找工具说 有没有什么工具 可以把网络的讨论的意见 可以汇整 然后我们放进去 那个实体的会议 那因为 这个行之多年 这个所有的这个 会议的讨论 就是说你在里头 提出的书面意见 你在里头这个 发言的话 那会变成就会有一个记录 那记录以后 这个会去汇整 所以就是 这个是中间一个讨论 那后来 我印象记得 我们在全国会议之前 那有在讨论说 那是不是可以 这个更进一步 所以当时 我也记得是 TonyQ提的 就是说那是不是 可以把那个 网络的讨论 放到那个 那个 那个墙上去 所以 就去争取到 像今天这样的 PowerPoint旁边 又有一面 这个直播墙 那个就是跟 PTT的 这个PPT的 那个讨论的 那个方式 就放在 所以现场 就像这样子 就有两个 两个墙 我的自己的 这个观察 我是觉得 其实 那个全国会议里头 这个大部分的 部会首长 有自己参加 很多 企业界的 所谓的代表 总裁 董事长 总经理 有参加 那个会议 那你在会场看 你会看到 这个大家看一看 其实很多人 在看另外那一面 因为他想要知道 那个 其实那个 PPT的 那个讨论的方式 是 这个是非常反差 因为这边的讨论 是 因为那个是一个全国会议 所以每个专家提出来的 这个报告 中央研究院 或者是什么提出来的报告 是非常严谨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 这个 提给这个 行政院 参考的东西 那个所有的用词潜质 我想出来之前 有做很多的 讨论 所以 两个这个对应上 是 非常大的反差 所以你看 网民在讨论的时候 江民在讨论的时候 就会说 这个 漏漏灯 这个 就打 那个医生要睡着了 那 所以 其实 在这样的一个场上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开始 互相了解 就是说 看到 真的不一样 就是两边真的不一样 那 我想 那一次的会议 对很多的首长 跟很多的 企业的 大老板们 可能 从来没看过 这个 乡民讨论的方式 是这样 至少 这个 有人问说 这个 差低是什么意思 等等的 这个是非常 就是 所以 所以我 昨天的那场 我用一个互试 就是总要 对方 互相看一下 知道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 我们再来思考说 那我们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所以 我会 认为说 我们在 经贸国事会议 事实上是 一个 尝试说 可以怎么样 让两个会议 这个 就是在网络上的讨论 跟事实的会议 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结合 那 刚刚有提到这个 世界咖啡馆 其实 我也知道 现在有很多 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 这个可能 一开始应该是有 所谓的专家建议 那 所以就 因为行政院 就像说委托案完了以后 可能会有这样的建议 其实 现在也还是有学者 而且我想 我就 也是还是在建议说 可以用世界咖啡馆的方式 来 在做这个 线上的网络论坛之前 应该要一个 这个世界咖啡馆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更 更多的人 就是不要是 one to many的这种讨论 而应该是 我想 世界咖啡馆的这种 format是说 大家发言的时间 会 更多一点 平常这样的发言只能三分钟 可是你那种模式 可能有 比较多的一个发言 所以 我现在讲说 即使到今天 还是有学者 建议我们说 在做 因为我现在在做 虚拟世界法规调试 那虚拟世界法规调试 其实我认为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 涉及到我们过去的 所有的法律跟政策 规范 比较偏向 制造业 比较偏向实体 对于 虚拟的这一块 其实是 这个 不太 比较欠缺的 所以 我们希望 这个事情 当然是 在我们要形成 政策 要确定之前 希望有一个网络的讨论 所以 现在是 也是有学者 有这个 在建议是说 在 要怎么样 让这个议题 本身 可以更深入 就是说 因为法律的东西是复杂的 可是这个每一个法律 其实会影响的是很大的 就是说 像比如说 我们谈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样 网络的这个 友善的环境 你公司法的修法 这个是 涉及到资本三原则的问题 等等的这些问题 这是非常深的 所以 谁可以讨论 过去我们实体的部分 就是专家学者 业界 一起讨论 那现在就说 好 那网络的部分 是谁可以进来 做这个讨论 所以我们 12月底 我们也试着 就是 会有一个网络的forum 可是现在 在12月底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 就是所有研究的 这些资料 现在 有人建议说 比较做一个 这个转译 就是更容易懂 所以我们会上网 那上网之前 还会有一个 这个小的group 那这个小的group 的讨论 就有 学者也是建议说 可能 这个Walk Cafe 是一个 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 那我当然 今天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就要好好 这个想一下说 到底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 可以让这个讨论 本身 可以更深入 那就像说 这个 虚拟事业法规条 它的范围 是 我们有九个议题 那 涉及的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领域 所以在网络的这一块的讨论 到底应该是 怎么样的方式 我们 可以找到 就是说 更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论述 好吧 那这个 我想 也许我就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分析到这样 那 有关open data 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 跟OSM 然后像前一阵子的 选业资料的开放 事实上 都尽量 就是 试着也是 用做下来讨论 到底 开放哪些东西 开放的时程是什么 然后 以及这个开放的条件 就是授权的条款会是什么 那这个是 ungoing 现在正在做的 那 开放资料 基本上 在政府里面 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 以我 一个 这个 进去才一年的 这个 所谓的公务员来说 我自己觉得 其实有几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 去证实它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 整个资料库的建置 可能有它 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公开本身 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 需要去处理 那另外就是说 这些 还有一些法令 比如说 有一些部分 像我们昨天的那一场 就有提到 这个有关 各自法的问题 是 像 像那个 卫福部 其实卫福部 有一些考量 事实上 学者有一些提议 那个 有不同的 这个声音出现 那 人权团体觉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 这些的 issue的这些 这些论述 本身基本上 我觉得 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 公开的 公开的速度 会比期待要慢 是因为 有不同的 这个 interest party 其实不断的在 对于这个议题 还是有一个 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想 可能就先把 我今天 以唯一的 这个政府的 一个代表 我先分析到 先分享到这边 我想可能 等一下各位 还有其他的 这个讨论 我们再来 进一步的分享 好 那谢谢政委 这个 制度的打开 跟这个科技技术的 这个工具 等等的 这些同步 就如同这个 城市语言 也是不断的更新 跟淘汰 有一天我们 那个公文格式的 语言也应该 要被淘汰掉 那我们等一下再 回来 应该还有很多 关键的问题 要请政委回答 那我们等一下再 过来 那我们先请俊宏 那俊宏 这个 我们知道 谈参与市民主 在我们想像 这个新政治 台湾的新政治的 蓝图当中 都会不断的被提出 那我也知道 您跟这个 许多团体 在318占领利院之后 一直在 积极的推动 这个公民宪政会议 的草根论坛 到今天 可不可以请你 谈谈来 来谈谈说 这个参与市民主 在我们开启 台湾新政治的 运动 或者是论述上面 它的重要性 跟理想的愿景 好 谢谢这个 阿端 各位好 那很荣幸 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刚刚听了 三位的 这个分享之后 我想 我今天 站在一个 从事民主理论研究 同时也有一些 社会运动的 参与的角度 来理解 我们如果 台湾要从 现有的 整个民主化的 进程 希望朝向一个 参与市民主的 道路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 有哪一些面向的 思考 那就如同 我刚刚很多人分享 其实 就我个人认为 我们台湾人民 是比较习惯当 选民 比较不习惯当公民 我们投票 我想大家都觉得 好像公民 我们来投票 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 但是在公共事务的 参与跟讨论上 事实上 可能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所以如果 我们要面临 这个参与 是民主的理想 当然这里面 其实公民的角色 会变得非常重要 那公民要如何参与 其实可能要面临 三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 公民的 有没有能力参与 第二个是 公民有没有意愿参与 就是说公民有没有办法 是说我们说 他不是只是懒人行动主义 他不是只有在网路上按赞而已 他愿意在这里面 去参与公共事务 第三个就是 公民有没有被允许可以参与 那这边就是在制度上 如何去设计 政府的执政的心态上 如何能够去面对 公民参与的机制的这个建立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座 大家都是科技专家 那刚刚前面 那一个panel的分享里面 也谈到 其实现在很多问题 不在于科技 而在于 在于这个科技如何去应用 所以我就呼应 刚刚加华所讲的 其实 在很多时候 重点不在于科技 重点在于 我们对于政治的想像是什么 科技有可能有 去摧毁民主 当我们看到 2011年这个茉莉花革命的时候 埃及的这个 茉莉花革命的这些科技 所带来的这种冲击 确实造成了埃及的民主化 但是同样也给了 蓄力 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好的想像 如何用科技 来阻碍人民的参与 所以这里面 其实科技本身 事实上它 我们要很小心知道 科技它是如何被运用的 所以如果我们正在这个角度 就是说那我们从民主的角度 我们要怎么样理解 参与民主 那我今天就从 因为很短的时间 我想从几个原则来看 第一个就是透明性 第二个就是苛责性 第三个是代表性 第四个是回应性 如果我们从四个面向里面来看 我想简单从三个层次来谈 第一个就是资讯的层次 Information的层次 那这里面我想 如果政府要面对参与 我想我刚刚讲的公民能不能参与 公民有没有意愿参与 跟公民有没有被允许参与 很大的部分也来自于政府的作为 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说 政府的资讯一定要公开 那这个公开 其实刚刚这个更正已经分享了 在这里面我们现在 虽然有政府资讯公开法 但是在资讯的透明度上 其实还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 其实不是只有透明而已 而是它的可读性 很多时候或许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我们把通通的资讯 通通这个上网 但是它的 比方说它一大堆 几千页的资料里面 对于很多的公民来讲 这些资料可能等于没有用的资料 或许对很多野人们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公开就公开 反正你们也看不懂 或者是你们也没有时间看 那这样的一个公 这样的透明性 其实并没有办法带来实际的效应 所以这就是我非常敬佩 这个GNV朋友们所做的 几个重要的这些 怎么样把这些资讯 用一个非常易懂的 易读的这个角度 把这个视觉化 把中央政府预算 视觉化这种过程 其实是可以增加 这些资讯在人民的 这个参与过程当中的 一个有用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们要去避免这个所谓 就是可净性 就是说你要尽可能让许多的资讯 可以让人民了解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政府的作为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是我们要面对就是 所谓数位落差的问题 数位落差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可以充分的使用 这个网络工具 这个媒体工具 那事实上有很多的经验 研究证明说 在参与的这个层次上 线上的跟线下的 反映的那个阶级差异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就反映出来 但是说当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里面 资讯收集来的那些意见 有没有可能具体的反映 这个社会的多元性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必须要去 提升所有人民 在这个数位能力上 我们说数位公民权 这件事情上 应该要有一些强化 第二个层次是讨论的层次 那刚刚上一个panel里面 其实有几位朋友提出来的问题 都很重要 就是说怎么样进行讨论 讨论不是大家说说话而已 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 我们看到在 除了刚刚讲的 这个意见怎么样 汇整以外 就是说 在线上的讨论里面 其实 现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进行这个 所谓cross cutting的talk 就是说你可以跟不同的 立场的人进行讨论 对于你的政治容忍度 对于宽容他者的意见 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就像刚刚分享的 跟曾分享 其实在很多时候 在网路世界里面 比较容易产生一种 就是说 他们在研究上 叫团体极化的现象 就是我越讨论我的立场 我的认同越来越强 但是我的这个 接纳多元跟意见 不同意见的可能性越低 所以换句话是说 在网路的讨论里面 乌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 比较容易 透过网路 形成自己的个人新闻台 我们的脸书里面 可能都是大部分 都是跟自己意见相同的 那这个过程里面 所形成的这种意见 不一定可以形成一种 多元的意见的讨论跟分享 反而可能产生这个团体 即化的这个可能性 那这部分当然就是 就是刚刚讲 其实问题不在于 大家能不能同时间讨论 而是那个讨论的品质 有没有办法提升的问题 那这边 多元差异的意见 如何能够形成 也是一个 在我们面对线上的 审议跟讨论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 那第三个层次 那第三个层次 就是刚刚其实 郑伟有分享的 就是决策的层次 决策的层次 我个人认为 现在重点就是说 政府要讲清楚 到底公民参与 你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里面 你如果只是要咨询 你就必须要讲清楚 因为就像刚刚佳华分享 其实不管是过去民进党 执政时期 或是现在的政府 所操作的这些 所谓的公民会议也好 或者是世界咖啡馆也好 重点不在于 用什么样的形式 重点在于 你到底是怎么样 把公民参与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过去很多时候 公民会议 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 来进行讨论 那讨论的结果 如果符合 他们原来想要推动的政策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尊重公民会议的意见 但是他如果 公民会议的结论 跟他的意见不同 他就说 这只有20个人的意见 没有代表性 所以怎么说 都是政府讲的对 那这里面 就会变成是说 主政者的心态 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去 面对这个公民的意见 到底 比方说 你不一定是说 他一定要有越数力 但是你至少 要告诉所有人们 到底你今天邀请大家 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说 今天把它当作一个点缀 或者是说 拿来说嘴用的 我们都 广纳人民的一些意见 我们已经完成了 接受民意的这些 各个这样的一个程序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怎么样回应 回应性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否则就这里面 就会变成只是点缀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会 难免会造成很多人 会感觉到是说 政府 我想大家可能 在318之后 也碰到有很多 政府单位很想要 来做这件事情 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也让这些愤怒 刚刚这个 上一个panel讲的 这些愤怒 可以进一步的 先回到体制内里面 来进行 某程度的一种沟通 但是那个沟通的形式 如果没有按照 我刚刚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你要如何去面对 你究竟把公民参与 放在什么样的阶段 最终的政策还是你必须要负责 而不是把公民的意见 作为背书的一个工具或手段 那这样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参与的民族 的一个发展 其实会有影响 因为我知道 在过去很多人 参与公民会议之后 会感到非常的挫折 会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 结果最终还只是参考用 而且政府的参考 还是一种选择性的参考 那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所谓 公民参与时期政治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俊宏 老师 那那个 因为我们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紧 所以就是 等一下的进行就是 我会问四位 很简短的问题 那请大家很简短的回答 然后我们就开放现场 很简短的提问 然后我们会演十分钟 好 那我先请佳华好不好 就是佳华刚刚谈了很多 就是在推动这个 沈亿市民主 自己遇到的这些问题 不管是实际的 或者是背后的这些思考 那可是台湾现在 这个是我们是重度依赖 这个代仪式的政治 那我们现在又要推动 这个沈亿市的民主 或是参与市的民主的时候 遇到的这些问题 你觉得这两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把这些困境 或者是大家说的愤怒 转成 那个大众协作的力量 对现场的人 来说 你觉得那个关键 我们可以做什么 好 谢谢阿端问这个问题 我想 我可能要 好像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回答 我想说的是 我一直不觉得 审议民主 跟代议 或者是说 最原型的 投票这件事情 是互斥的 那我甚至会觉得说 这两者 其实是有一个 接损的可能 但我这边想要强调的就是 投票它真的不是唯一 可是 投票它毕竟是一个 刚才有 在场的朋友提到说 它势必跟你的 民主体制的规模有多大 是有相关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 在投票之前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在投票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 思考过不同的观点 那我觉得 那就是 审议民主进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政党 或是候选人 他在提说 我的民主我要公民参与 就是网络投票 网络提名 我觉得这是好也是不好 如果它这么简化的话 实际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好那 我这边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美国它有一个操作 叫做 审议日 它的想像就是说 我们在任何 不管是选人或选议题的 政治选举之前 我们有这样子 在 他们是在美国嘛 在各州 或是各个city 有让公民讨论 互相交换不同意见 但是当天它不是 最后的一个结论 它可能就是 回归到政治现实去投票 那当然这个前提 还有更多 比如说 大家在努力的资讯公开 比如说 政府愿不愿意去面对说 我就讲清楚 我有政策立场 我有政策想法 但是 它是不是愿意去面对 这样子的政策 资讯公开 跟立场的揭露 然后也是一个 行动网络的一环 那大家去促成这样的过程 好 那我最后还要再讲一件事情 不管是选举 或是审议民主 都有它的困境 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说 我们就不投票了 所以我也不觉得 审议民主有它 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审议民主 我在想的应该是说 它怎么是一个 良性的循环 但不管是审议民主 或是投票民主 它都必须是一个民主工程 需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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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投资 除了金钱以外 更需要的是 大家的时间跟耐性 省议民主 没有办法太快 然后如果投票也是 讲求最后的偏好加总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件 很遗憾的事情 那我们可能 我们的民主最后 只剩下投票 好 那我先讲到这边 好 谢谢佳华 好 谢谢佳华 那个 那这边问政委的部分 就是因为其实刚刚 其他的讲者 最重要的那个问题 还是环绕在说 我们的这些参与 我知道行政院这边 做了很多的努力嘛 在今年尝试了很多东西嘛 那这是因为工部门里面 有一些 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 试图要去开创 一些新的东西进去 但是 我们在讲的是说 在过去没有网路的工具 参与之前到现在 我们到底怎么 确保这些参与 不会流于形式 而是真正成为决策者 在决策被理解 或者是他能够去 妥善处理的一部分 或是纳进他的最后的提案 可不可以针对这一点 非常具体的简短回应 好 因为这个简短回应 这个 这也是 其实我自己个人 我在看这个问题 我比较是觉得 社会 这个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确实 全世界各地的政府 都有出现失能的状态 那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实已经是 不是过去的方式可以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真的需要坐下来一起合作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我比较觉得 如果我们一直都是 比较对立的角度去看这个 你为什么不公开 你为什么不处理 是不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是说 它那个不公开的理由 它如果是卡在法律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那个法律的部分 比如说 同样有不同的团体 有不同的能量 是不是可以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 那些法律的问题是怎么做 那其实我据我了解 现在应该有不少的公务员 可能也是G0V的 这个非常有参与G0V的相关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趋势也是好的 因为有些事情 还是我们从体制内慢慢大家去改变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方法 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 那这个问题本身 政府的这个体制 我刚刚讲说我们社群 我们自己在运作是每个都是个人 我要发表什么我很容易 可是政府的体制里头 就是不同的处长 这个次长 这个比如说 就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权责 那不同的部会 它也有很清楚的组织法 这个交通部的事情 科技部也没办法过问 所以这种 让它速度会慢 一个千层 我也很想很快就是做 可是我那个公文就一定要有那个程序 这个不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改变 除非我们修法 所以我觉得 确实需要一起大家来共同去想 有什么样的解决可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好 谢谢政委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大家大规模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駭进政府里面 就是不管是选举 或者是透过这种对话 都是 那接下来我请俊宏好不好 好 那个俊宏刚刚 可不可以请你补充 就是说我们在 你们在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现在的这个工作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激起更大规模的参与 或是对现场的朋友来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一起来做 能够激起更大的这个影响力 OK 好 那就趁机这个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的整个运动的这个方向 那主要是因为 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 我们这个所谓公民宪政会议的推动 那这主要的一个议题 来自于这个318学运之后 这个大家其实都 很多人都感觉到这个议题 不单纯只是民主失灵的问题 那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制度上的问题是需要解决 所以现在有一个所谓的 公民宪政会议的推动联盟 那这边其实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运动策略 运动的方向 不是来自于早年 这个李登卫时期的国事会议 找了这些专家一起来演你 而是一个由下而上的 大家一起 我不想我们所有人 都对于我们国家的改造 都有一些想法 我们国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的生活 应该要怎么样的 一些面向 所以目前的一个操作方式 希望能够透过一个 草根的公民宪政论坛的方式 希望在全台湾能够进行六十场以上的 那我们目前在进行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一般的老百姓 就像刚刚加华 谈到的那个台南县的这个 选举的这些 阿公阿嬷 他们表达的意见 虽然他不一定用很非常专业的语言 告诉你这个宪政体制是什么 但是他其实弹出了很多 他非常深刻的长明智慧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未来 对国家改造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说 政治冷漠是人民的常态 但是政治冷漠到底是因还是个果 是因为制度造成人民政治冷漠 还是人民天生下来就政治冷漠 其实如果有制度上的诱因 让他觉得今天我的参与是有意义 让他觉得我的参与可以反映在实质的 一些政治的一个效果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老百姓 很多的民众 他是愿意积极参与的 所以我也希望呼吁大家 如果有兴趣 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 谢谢 好 谢谢俊宏 那最后想请更正来谈 就是也是简短一点 就是觉得在 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 知识教育背景 不同的价值观 甚至是非常激烈对立的 这个政治光谱 两端的台湾人民 透过对话 讨论 审议民主 参与式民主 我们真的能够达到互相理解 共识或甚至和解吗 你觉得 这个是大课题 但是我稍微转一个面向 就是说 当前最大的问题 大家共同面对的是 金权政治 那怎么样透过草根 民主 地方的智慧 的扩散 就是集结更大的社会 去改变那个金权政治 才释出了社会对话的空间 因为当前的金权政治 操弄了各种 比如说族群 意识形态等等 在选举的时候特别拿来使用 可是明明他们是一伙的 那若是人民用这些 就是他们用各种方法去分化人民 让人民没有办法团结去面对 国家社会根本的问题 那这就是我觉得当前最大的困境 那我提一点就是说 大陆还有印象就是那个 林生祥先生不是在演唱 《夜行八四》吗 其实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整个台湾过度的中央集权 所以其他各地方的人民 都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地方发展 发出声音或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那个东西会怎么 因为加上地方政治的败坏 所以就使得整个国家 好像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从地方打破金权政治 中央打破金黄政治 你真正把权力下放给地方 然后促进更多的草和民主的参与 这个国家社会 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质变 那第二个我深信 阿端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就是 透过社会对话 我觉得台湾社会一定有机会可以和解 好 谢谢 那我们最后一分钟快问快答 有没有人要提问 就是针对一个讲者一个提问 一分钟 我想针对佳华 今天主要在谈 从愤怒导致行动的过程 但真正运作的时候 很多东西很频繁 其实不一定会有人愤怒 不过热门的事项 不见得有人愿意参与讨论 那海盗党朋友提到说 制度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的频宽 可是其实民众的脑袋的频宽 也是有限的 关于什么时候广纳意见 什么时候求行政效率 这拿捏 你有什么见解 又只有一分钟 又只有一分钟 我必须坦白说 之前的确有审议过一些题目 是非常冷门的 那你花了很多资源 其实是要让民众 愿意从他家 然后出来讨论这件事 那这个我不否认 比如说 在08年的时候讨论基改食品 但是那时候 台湾对于基改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那时候我觉得 最重要的确 就不是只是审议技术 而是让民众愿意进场 那如果你又回到说 行政效率跟审议的话 其实刚才 可以讲说是玉玲吗 玉玲说她提到 公部门依法行政很重要 可是我 也见过很多公部门的人 他们实在是很好 他们就想说 其实我不违法我就可以做 就是到底依法行政是真的借口 我同意一定有很多 其实是法规绑住了 但有更多 会不会是行政的惯息 那那个行政的惯息 就很优微了 它不一定是行政本身的规范 那它也有可能是 它这个机关长期的组织文化 那我的确也有看过 公部门里面有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 那个部分就必须仰赖 他是不是愿意做 花更多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那个行政效率 并不是说 好像马上要做决策 台湾有多少决策 其实十年二十年 都还是悬置在那边呢 那我先截短回应 用一分钟 就是说行政的机关的愿意做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大规模的促进民众愿意参与嘛 就是这个部分 刚刚那一位 好 也是针对佳华 那问题很快 就是说 我觉得以这个 审议会议的方式做参与民主 它最大的困境是 它参与的人数少 那参与的人数少 因为一个会议能够参与人数有限 参与人数少 它就是代表性有问题 所以它跟选举出来的这些民意代表来说 民意代表觉得 我的票是几百万啊 你们就是那十几个审议会议 你们代表性怎么跟我对抗 那我觉得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可能是一种 所谓的联邦 联邦原则 当我们在处理这种 权力的代表 这个分层的话 这样 就是说 地方性有一个一个小的审议会议 然后他们审议会议 就推出代表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中层的 一个中层阶级的审议会议 然后再来一个最高层级的审议会议 可能他们就具有足够代表性 进入这个经贸国式会议 那我问你是说 这种联邦原则 好像很难进入我们这种 这个审议民主的这个结构里面 那有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这样 好 我必须要先用20秒讲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是快问快答 那我都很怕我讲的过程中 太简化很多部分 然后又放大一些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讲不清楚 但第一个我要先讲的是 我觉得代表性其实有几个层次 你真的是看人口变相的代表性吗 比如说教育年龄等等 可是我就老实告诉你嘛 我在做我们在做抽样的时候 那些代表性不是我们在学统计学是死的数字 它是活的 它也可以自我筛选啊 这是一种代表性 我在现实操作上一定会遇到的啊 那第二个代表性是你去谈 它到底是人口变相那种定死的统计样板 还是说我们就是要建立社会资本 我们去相信 我们是不是要做权力的重分配 弱势者是不是可以加入比较多 那这个我就回到你第二个部分 我可能没有办法谈什么联邦原则 进入到会议本身 但是会议从技术层次很minor的 我们可以设计的是多数人的参与 跟少数人 那它也涉及到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是两天或三天 另外一个我也必须说 科技还是有它进场的时机 在一些国家 它其实是会透过电子投票技术 combine 生意 那这个也是存在的 那我最后只是要说 这些的代表性或我想要讲的是 更强调的是包容性 进不来的声音 或者是它相对弱势 不熟悉这样子场域的人 它怎么进场 那我在巴西参与式预算里面 我看到不是它拿 拿这个模式来省预算 重点不只是这样 那重点是 你看到渔港 它真正在操作 不是后来一些 modified的版本 是它的原型 它其实是一整年 镶嵌在它的议会制度里面 然后它的代表性 有的是 它可能在社会各个领域 工会等等 有的是这个社区选出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很diversity 多元式的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 它不是只是我刚才强调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台湾 包括政府 它在宣称 经贸国事会议代表性 它会操作 比如说我有青年 那我就叫青发鼠抓一群人 那或者是说 NGO 我找我惯息的NGO 不是这样子的 它的操作是 它各个打击面都要做 可是回到政府 政府最常的就是公文系统 发出去的代表性 那为什么 因为它简单 我公文系统 放出去各县市都有 那我们要这样行事的代表性 那对我来讲 我想强调的是 那我们多去思考 促进包容性的技术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这个panel 应该是非常精彩 这个一个小时实在不够 不好意思我控制时间不够好 就是我们delay了十几分钟 那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 也谢谢四位讲者 那请给他们一点讲声 然后我要做几个主持人提醒 就是包括下午R1的这个媒体曝光下的学运 好像是一点十分开始 是吗 那其他场次是一点半 那如果要吃素食的可以到四楼 然后如果听不过瘾的话呢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有两鬼 早上一个是参与市民主 另外一个是开放议会 那这个绿党跟资金联 还有公民组合 这大概也是绿党跟公民组合第一次办活动 在这个礼拜一的晚上 CLBC大安站 我们有另外一场 是把就是这个海盗党的Gallery 还有就是另外一边 就是在现在在R1那个 开放议会那里的 Sunlight Foundation 我们有选的一些奖者 都邀请进来 就是 是一个 也是一个快问快答的形式 的一个QA Party 就是 大家如果有 问不完的问题的话 礼拜一 晚上 要先上网报名 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第二会议室外面有卖这个杯子 这是工商服务 这个是Gillian V的纪念品 卖完应该就没有了 好 应该很快会卖完吧 好 那就谢谢大家 也谢谢四位奖者 谢谢